北京时间1月9日 昨日击败篮网之后 今天雄鹿客场挑战东部净旅黄蜂 客场作战的雄鹿在字母哥和米德尔顿的带领下一度将比分拉开到11分 然而 下半场 场上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随着罗奇尔和三球等人的发挥 黄蜂将比分反超 最终以114比106击败对手 这场比赛之后 雄鹿的战绩26胜16辅 排名东部第三 黄蜂拿下两连胜 战绩21胜19负 排名东部第八 字母哥此一天神下凡 莫杰 他单截8中5 罚球11中10轰下21分6篮板 全场比赛下来 他出战37分钟 投篮20中11 3分6中3 罚球20中18 贡献43分12篮板 三助攻一抢断二盖帽 然而 板凳席上的低迷让他双拳难敌四手 替补球员中 只有桑德罗拿下5分 其余4个人均没有得分进账 熊鹿二当家 米德尔顿本场比赛表现不错 他全场比赛出战37分钟 17投9中 3分6中4 罚球5中5 得到了27分10篮板9助攻的准三双数据 波蒂斯延续上一场出色的手感 他出战37分钟 17中9 坎下19分13篮板2强断 马修斯9分2强断 沃拉3分3篮板2助攻 桑德罗5分3篮板2助攻 黄蜂这边 罗奇尔19中11 得到全队最高的28分 外加4篮板4助攻2强断 三球19中8 命中率一般 但送出19分8篮板8助攻 布里奇斯16中9 有21分8篮板3助攻进账 乌布雷得到18分4篮板2助攻 海沃得9分5篮板2助攻 普拉姆利4分4篮板 华盛顿7分8篮板 本场 雄鹿的替补席全线低迷 全队一共出场了5名替补球员 但除了桑德罗得到5分外 胡德、加洛维、奥杰莱和字母哥哥 4人得分全部为0 4人合计11投0中 而黄蜂队的板凳席 总计为球队贡献了33分 差距明显 这场比赛 尽管字母哥轰下了43、12的数据 但他却再次遭到了球迷的冷嘲热讽 原因何在 很简单 字母哥又再次出手伤人了 比赛进行到第二节8分34秒 罗奇尔单挑字母哥 他一个剑步强杀篮下 身体已经过掉后者 然而 字母哥此时却伸出左脚将罗奇尔绊倒 后者当场倒地痛苦不已 这还没有完 在末节的一次进攻中 字母哥抢篮板走到普拉姆利 后者脑袋出血 当时字母哥篮下与普拉姆利卡位 压着后者抓下篮板 强硬上篮打进 在普拉姆利处理伤势后 字母哥上前关切他的伤势 字母哥去年伤了欧文已经引起争议 在东部决赛中 他还对特雷扬使用了戳眼动作 如今面对黄蜂时 又伤了对手两员大将 这样的动作确实不应该 有球迷这样说到 每次都装作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一场球 放倒罗奇尔 右轴普拉姆利头 这得带坏多少小球迷啊 字母哥想赢得球迷更多的尊重 应该用实力来说话 而不是用这样的脏动作 对手一样的脏动作